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范花林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 九点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 大家出版的新书 是一本由英文翻译过来的 综艺本 作者是Robin McFarlane 这本书的中文翻译的书名 是星象群山 Robin McFarlane是今天 在英语世界当中 最重要的其中的一位 自然写作者 过去在节目当中 我们介绍过他的故道 现在我们来介绍 这本比故道 其实更早所写的 关于山跟人之间的 关系的重要的作品 这本书当然会写到 McFarlane他自己登山的部分的经验 不过他的重点 不在于写自己如何登山 而是回头去整理了 西方人看待山的各种不同态度 变化的历史 所以他的副标题又叫做 A History of Accentation 人如何开始对山着迷 以及在跟山的关系当中 这种着迷如何形成 如何变化 跟如何发展 McFarlane用他非常漂亮的文字 帮我们形容跟描述 山如何迷住登山者 他说 在讨论全山自美的时候 光线永远是吸引 最多评论的面向 早期的旅人 着迷的写 在向阳的雪坡散放出 无穷无尽的微笑 闪亮火光 而当太阳映在冰封的岩石上 反射而出的不是一个 而是上千个太阳 许多人被叫做 Open Glow 那种高山的光亮 那种华丽的景象 给震折住 这种Open Glow 是日出跟日落的时候 太阳照在雪原上的反射 那个时候的天空 会因为笼罩着 大功率的浓烈 蔷薇光跟红光 而显得灰蒙蒙的 让群山都染上了 淡紫色 深红色跟阳红色 有好长一段时间 人们不知道 是什么造就了Open Glow 东阿尔卑斯山谣传 那是太阳照到了 冰底下埋藏的 金亮的金影 所反射出来的光 也有人望着这种Open Glow 最炙热 最灿烂的光辉 认为地平线之外 应该是发生了大火 那是一座巨大的炼狱 只有在山里面 你才会意识到 光是用你无法 真的能够去描述的方式 不断在变化 光能够在转生间 完全改变它的质地 连沙漠的光 都比不上山里的光 那样蓄习万变 山里的光 有的时候非常的刺眼 非常的强烈 例如说在阳光下的暴雪 闪烁炫目 像是会翻飞的刀刃 又例如说雷暴 当打雷的时候 那样一种华美的光辉 再加上声音 变成了一个铺张的声光秀 在晴朗的日子 雪地跟冰原 会散发出银白色的强光 那个光像是有质地一样 这样子有质量 因为它非常的浓烈 如果你长时间的直视 你的眼角膜 很快就会灼伤 到了薄木的时刻 光又会显现出一种 灰暗 雾化的性质 就好像汇聚了 无边无际的 可见的光子 是一点一点的 山里的光 有的时候也可以是建筑学 某一些云的形状 就像是从冷光打出来的尖塔跟列柱 当太阳是由下往上照 或者是从那种岩石的脊背后面照出来 就会制造出扇形穹顶的效果 如果你爬到云层上面 光线遮蔽了你脚下的冰原 你极目望过去 眼前都是灿烂明亮的白色的王国 另外有一种深黄色的 称之为叫做Midas Light 可以纵向撒遍整座山 把碰触过的所有的一切 都变成像黄金一样 还有一种光 是在山区白日将近的时候落下来 会把整片地景 化成单一的质地 这种光 拥有一种温和的明晰 隐含了平静完整 还无所不在 接下来在McFarlane的书里面 他就描述 马诺里这位登山家 他在1921年 他就体验了那样的光 那时候 他正在青岗藏高原 在土博 艰苦爬涩 要前往圣母峰 白天 他认为这块土地 突破 是无声可观的国度 只有崎岖的平原 还有一层一层的山坡 在马诺里看起来 那一片大地的角度跟质地 都不对积 光是看着 你都觉得痛苦 对你都是一个折磨 不过 在他写回去 给他的妻子Ruth的家书里面 他这样写 他说到了伯木的时分 在伯木的光线里 这个国度就变美了 雪山和万物的严峻 转变成为柔和 阴影 安抚了山坡 纹路跟皱褶相融 一直到深夜 于是我开始 颂战 这一片全然的荒芜 感觉到眼前的形态当中 有一种纯粹的美 有一种终极的和谐 另外月光就跟太阳光一样 也能够赋予群山最不寻常的性质 德国的大文豪哥德 他第一次搭着夜班马车 前往Mushani的时候 他看到银色的白朗风 在那个风顶反照出来的月光 煞时间让他认为 他自己好像置身在另外一个星球 所以他惊奇地写着 那宽阔明亮的山体属于更高的星体 像是天上的星星一样 难以想象 可以把它把根是砸在地球上的 在清朗的夜里 夜光可以表演更世俗的电解的魔术 把群山变成银色的 某一个初夏的时节 马克法认说 我在阿尔菲斯山高处砸营 因为担心第二天的攀爬 而无法入睡 所以在凌晨爬出了帐篷 看着周遭这些 漠不作声的形体 因为月亮而散发荧光 天梯间有一种异常的短暂意识 像是沙漠商队的帐篷 碰巧在这里搭了起来 随时可以在第二天收起来 开拔到下一站 山上的光非常的壮观 而且能够跟山区的其他的元素 合谋起来 惑人耳目 在雪原跟冰河上 人类平常的空间感会被地井的全白 还有单一的质地所扭曲 距离变得很难判断 在1830到1840年代 苏格兰的科学家 即登山家 那就是富比斯 他提过很多次在他书里 在阿尔贝斯的雪原上漫游的时候 发现自己完全无法专注在任何的事物上 他被这冰原延绵数公里 直到一处几乎没有阴影的雪坡才停止的那种漫无边际 给吓到了 阳光跟厚厚的鸡血 吸手在这个冰河上制造出一种平滑的幻象 但那幻象如此的逼真 以至于让另外一个登山家 德律 他相信自己是好像悬在某一朵云上方的空气当中 好像脚下的土地不见了 或者是不再能够相信脚下是坚实的土地 另外有一些旅人看到了更怪诞 更明确的一些幻觉 1930年代 有一位攀登圣母峰的英国登山者 说他看到了很多巨大的茶壶 在圣母峰上方的天空乱 但也有一些旅人 他们的幻觉令人毛骨悚然 1865年在马特尔峰 这个Huybert他正战战兢兢的往下走 几个小时之前 他的三个同伴坠落身亡 就在这个时候 他看到三具十字甲漂浮在雾气当中 其中一具的位置比另外两具高一点 这隐约的耶稣受难的景象 似乎代表着三位同伴的死亡 他为什么会看到这样的景象 我们今天可能可以解释是 他修饰了自己的经历 他的现实感很有弹性 又或者是他看到了某种形态 特别复杂的幽灵 这种幽灵叫做布罗肯幽灵 第一个看到布罗肯幽灵现象 并加以描述的人 是1737年率队前往秘鲁的 法国科学家布格 这个布罗肯幽灵 是一种光的戏法 发生在清凉的日子 当你站在太阳跟浓雾 或者是太阳跟云之间 你就可能看到 因为你的阴影投在浓雾上 阳光受到空气当中的水分影响 产生了折射 所以在阴影周遭形成彩色的光环 于是就有了这种布罗肯幽灵 马克法论说 他也见过一次布罗肯幽灵 地点是在苏格兰的天空岛 当时他正走在绵长 优美的南北上的棱线上面 晨光从东方向他射来 他突然发现自己的阴影 投在下方的浓雾上 周围泛着彩色的光云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灯膜一样 乘着云雾所织成的云毯飞来飞去 而始终跟他保持着同样的距离 马克法论用这种方式帮文明描述了 在山上会产生的各种不同的感受 刚刚所谈到他所引用的马洛里 这一位英国的登山家 对于马克法论之所以写这本书 有着特殊的意义 马洛里曾经有这么样一段话 他说 圣母峰是我有生警戒最陡峭的山冷 和最惊心动魄的悬崖 然后他在给他的妻子入食的信里面 他就说 我心爱的 我没办法告诉你 这座山让我有多着迷 马法论这本书 就是试图要解释 为什么像马洛里这样的人 会被山给迷住 一座山要如何能够全然的迷住一个人 而且那是非比心常的强烈的爱慕 使得他能够一直不断的投注在 终究也不过就是 岩石跟冰 所堆起来的庞然大物上 这就是马克法论 他借由这本书 试图要探索 甚至试图要解答的 至于马洛里跟马克法论之所以写这本书 有什么样的密切的关系 我们休息一会儿 后来再继续告诉大家 大家好 我是任爸 您现在所收听的 是最有活力的电台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邻居收听 杨造台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9点 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 英国作家Robert McFarlane 他的Mortons of the Mind 中文翻译本《星象群山》 刚刚由大家出版公司出版 在这本书里面 Mark Farland 帮我们说明解释了 为什么要写 这样的一本书来解释 山如何让人着迷 在12岁的时候 他在苏格兰的 外祖父母的家里面 第一次 读到了一篇 以登山为主题的 精彩的故事 叫做 The Fightful Everett 攻向圣母峰 书中就记录了 1924年英国人的远征宫顶 在那次的行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前面所提过的 这一位 马洛里 还有另外一位登山家 Irving 他们在圣母峰 海拔的最高点附近 失踪了 他就回忆12岁的时候 那是夏天 待在屋子里面 除了走廊的最尽头的那一间 是外祖父的书房 不能够随便进去之外 他跟他弟弟 可以在家里的任何地方 跑上跑下 玩捉迷场的时候 他常常躲在 卧室的大衣橱里面 里面有非常浓的 脏脑丸的味道 衣柜的最底下 有一个底板 散落堆着几双鞋子 所以你没办法站在那里 外祖母的毛大衣 也挂在衣橱里 套上了一层 薄薄的透明塑胶带 以防飞而 伸手去摸那个柔软的毛皮 传回来的触感 皮滑的塑胶带 那个塑胶的感觉 感觉相当奇怪 屋子里面 最了不起的一个房间 是储藏温室 外祖父母 称之为叫做太阳间 里面地板铺着灰色的石头 赤脚踩上去 是冷的 房间里面有两面墙 是大片的玻璃窗 外祖父母呢 他会在里面的其中的 一面窗子上面 贴了一只黑色 纸般简称的老鹰 用意是要吓走小鸟 但是仍然不时会有鸟 把玻璃当作空气 朝窗户飞过来 一头撞死 虽然是夏天 屋里面却弥漫着 苏格兰高地那种 清凉清凉的空气 伸手摸到的每样东西 表面永远都是冷冰冰的 我们吃晚饭的时候 从碗柜里取出来的 顿重银翅的餐具 拿在手上 同样是一股寒意 晚上睡觉的时候 床单也是冰冻侧骨的 我总是尽可能扭动到 被窝的深处 然后用被子顶端盖过头 在里面创造出一个密闭的空间 然后不断地吐气 直到把被窝给喝暖为止 外公外婆家屋子里 到处都是书 外公并没有尝试要分门别类 各种天然地肥的书都放在一起 在餐厅的一个小书架上 并排着 克瑞布锤先生钓鱼记 还有哈比人 还有炉边侦探故事争选集 以及 John Stuart Mill 他的System of Logic 完全不一样的书 排在一起 还有好几本关于俄罗斯的书 书名 马克法兰说 他十几岁的时候 还似懂非懂 另外 就是有几十册 关于探险跟登山的书 所以他就形容 那一天晚上 他睡不着 他就下楼 想要找一点东西读 走廊那一侧的墙边 有一长排 侧躺着的书 几乎只是水手 我就像从墙上 拆下一块砖头 在那个正排当中 抽出一本大布头的绿皮的书 然后去到了太阳间 坐在宽宽的石头窗台上 就着皎洁的月光 读起这本书 这本书就是 《公相圣母风》 这就是 马克法兰他文字的风格 跟他书写的方式 他会把他自己 生命当中的具体的经验 跟他要为我们所探索的 人跟山之间的关系 用这种方式结合在一起 所以读他的书 会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 我们随着他 回到了十二岁 在苏格兰 他的外祖父 外祖母的家里面 然后让我们去体会 他如何第一次感觉到 山对他的那种召唤 而在那个少年的心灵里面 之所以产生 这样一种强烈的感受 跟我们刚刚所讲到的 马洛里 是有这样的关系 所以他继续说 外祖父跟我讲过这一趟 远征的故事 我已经知道其中的部分的细节 但是有了这本书 亲眼看到书上的长篇的描述 还有附了24幅的黑白照片 还有一张一张 满是陌生地名的折掩的地图 这一切都远比外祖父所讲的 更加强而有力 我读着书 感觉自己灵魂出窍 去到了喜马拉雅山 高山景象排山倒海 朝我而来 我能够看到那个区域突破 一片片溯源 绵延伸展到远方的白色山峰 而圣母峰本身 仿佛一座暗黑的金字塔 登山家一个一个背负着氧气钢瓶 看起来像是深海里的千水夫 他们用绳索跟梯子攀登北峰 那个非常雄伟的兵壁 简直就像是中时级的战士 要把一座城团团的围住 到最后看到第六营地上 有人在雪地里 把睡袋排成了黑色的梯系 用来告知下面低处营地里 透过天文望远镜 向上辽望高坡的那些登山队员 那就是为什么要排一个梯呢 那就是要告诉他们说 马洛里跟Irving已经失踪了 书里面有一段文字 比其他的部分更令我激动 那是来自于Neo Order 他的一个描述 他是远征队当中的地质学家 他就提到了 他最后看到这两个人的情况 那段话是这样 突然我上方的大气转为清晨 原来遮蔽的圣母峰 整座风顶人线 和最高风间的神秘面纱 一扫而空 我注意到远远在雪坡上 正朝向我 看起来似乎距离最终的 金字塔底座只差一步的地方 有个微小的物体在移动 往石阶靠近 接着第二个物体跟上 然后就看到了第一个物体 爬上了石阶的顶段 正当我站着目不转睛 看着这个戏剧性的景象的时候 云瞬间就笼罩了这一幕 McFarlane12岁的时候 反复读着那一段 他心里面涌现一个 很奇特的感受 他只想要成为 那两个小点当中的一个 在稀薄的空气当中 奋勇求生 这两个人后来没有能够下山 他们也就是在一连串 想要登上高山的过程当中 而最后没有办法下山的人 所以必须要解释的 那就是为什么会有人 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 甚至在上路之前 就已经知道自己有可能会回不来 但是他们为什么还是要去 山怎么能够对人产生 这么巨大的吸引力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McFarlane也有一段 特别就是针对 人在山上所面对的 生命的危险所写的 他说人在山上 有很多种死法 冻死衰死 饿死 累死 死于雪崩 落石落冰 还有高山症 这种无形攻击引发的脑水种 或者是沸水种 坠落永远都可能发生 地心引力永远不会忘记 或者是疏忽职守 法国作家Paul Glodale 他说得很好 他说我们没有翅膀可以飞 但我们始终有足够的力量 可以坠落 一直到今天 每一年都有几百个人 在世界各地的三区遇难死亡 还有几千人受伤 历来光是阿尔贝斯山的最高峰 白朗峰 夺走了一千条的人命 马特洪峰500人 圣母峰到目前为止 大概有170个人 K2也就是称之为叫做 乔格里峰100人 爱格峰北壁60人 1985年光是这一年 瑞士的阿尔贝斯山山区 就有接近200个人死亡 而且他在世界的各地都看过 三难的死者 他们集体葬在山区小城的墓地 或者是基地营的临时公墓里面 在更高的山上 死者的遗体常常没有办法运下山 甚至有的时候连遗体都找不到 所以一些死者 他们就只能够用物品 或者是象征来替代 用螺丝把他的名牌 整齐的钉在 岩石的表面 把他名字刻在石头上 用石头或者是用木材 粗略做成的十字架 用玻璃纸包起来的花束 还有一些吊词 或者是相伴 但是每一次都会有的这个字句 在此处躺着 或在此处坠落着 在此处纪念 所有这些壮子未愁的生命 对于山岸的死者 我们很容易惋惜或者是颂养 但是一定要记得 是被死者抛下的人 那些父母子女 丈夫妻子或者是伙伴 他们把所爱的人输给了山 所有裂了一块 有待补回的生命 为什么人会在这种方式 抛弃自己所爱的人 去到山上 所以McFarlane也对这件事情 他有了他自己的检讨跟反省 他说 现在我充分地体认到 死在山上 并没有什么内在的高贵可言 反而有一种令人 生物痛绝的浪费 我大致上已经不再冒险 需要绑绳索 以侧安全的路线 我已经不太爬了 我发现 待在高山上 而且冒着险壁 随便说 在城市里过马路更小 是绝对有可能的 而且我现在也很容易害怕 恐惧的门槛 已经大幅降低了 但也正因为这样 他反而对于 那种受不了诱惑 到山上冒险 死在山里面的人 他有一种更深的同情 也就是在树里面 还有一种更强大的欲望 要帮我们解释 这些人 是经过了人类历史上面一些 什么样的种种的变化 把它们放在这个脉络底下 叫做 Orchestry of Fascination 帮我们解释 山是如何迷惑的人 在三百年的时间当中 西方人一步一步走上高山 在高山上面体会了所有迷惑 因而才能解释 那么多登山的过程当中 死在高山里的人 这本书是Robert McFarlane 他早期的一本经典的杰作 《星象群山》 中文翻译本 刚刚由大家出版公司的出版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 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